冠状动脉是最常发生动脉周样异化的部位,同时冠状动脉发生周样异化,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最可怕疾病。 冠状动脉发生的周样病变,常常发生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,男性比女性高,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。 05EC56F133A,Title关心病那点你最关心的事儿,Alpha Description将这一代附温暖可靠的心血管医生,Press 19.9,Sodee,Column ID,1609-3701-1198-2669,其实对于那些冠状动脉存在周样异化病变的患者来说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趁之为关心病的。 PTC-Column Card Title关心病那点你最关心的事儿,Alpha Description将这一代附温暖可靠的心血管医生,Press 19.9,Sodee,Column ID,1609-3701-1198-2669, 关心病包括稳定性心脚痛,不稳定性心脚痛,心肌梗死,猝子等等,一些列疾病。 关心病的发生机制,就是灌类公血与湿血之间发生矛盾。 简单说,就是供应太少,满足不了需求,严重时就会发生心肌缺险,甚至心肌梗死。 希望我的介绍对您有所帮助,更多健康信息,就去今月头条,关注张之盈大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